敬拜好不好 阿们 每一次家庭在一起敬拜的时候 你就发觉有一个不同的气氛在里面 是一个神希望的气氛 不只是我们自己家长 自己大人来敬拜 我们小孩也是家里面的一部分 全家一起来敬拜 阿们 今天很高兴在这里 跟大家分享这个主日信息 我今天要分享的这个信息是 中国教会平常不太讲的一件事情 就是有关钱财的事情 基督徒对于 特别是在讲基督徒对钱财应该要有的看法 首先我要强调的是 我不是在讲十一奉献 请大家不要立刻就睡着了 这不是十一奉献 那期待大家在听完今天的这个信息分享以后 你能够改变对钱财的这个看法跟态度 并且知道怎样去做一个 并且知道一个基督徒 像我们这样一个基督徒 我们是何等的蒙福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 这个经文 在这个诗篇九诗篇的十二节那里讲说 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 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 在这个当代的一本修订版里面是讲的 求你教导我们明白人生有限 使我们能够做有智慧的人 真是求神给我们一个智慧跟一个聪明 好使我们能够明白天父的心 知道他赐下这个有关金钱的福分 是何等的大 这个我们常常在讲说 基督徒有时候常常在讲什么 God bless you 神祝福你 可是我们有些观念必须要先要澄清 才能够让我们来享受神的祝福 特别是在金钱上面 我们对金钱其实有三个很大的一个迷思 不是那个loss 是那个迷失 第一个迷失是什么 就是我们拥有金钱吗 那有些人就会说 难道不是吗 这是我辛苦赚来的 不管我是工作 不管我是投资 这都是我辛苦赚来的 难道我不拥有它吗 我们待会来看看圣经到底怎么讲的 那第二个就是 第二个迷失就是说 大家都有听过这个 贪财是万二之根嘛 这句话其实是从 提摩太前书的六章十一节那里出来的 那钱是这么不好吗 你知道我从小到大 我就听到这个经节 常常听到这个经节 被这个错误的解释跟应用 很多人私底下或是公开在讲说 金钱是邪恶的 不要追求它 但是金钱真的是邪恶吗 到底神怎样看金钱 我们待会也来看看圣经是怎么讲的 那第三个迷失就是说 你知道金钱其实在我们生活中 仅有很重要的一个位置 但是有很多基督徒认为说什么 谈钱不属灵 你有没有听过这句话 或者说在你的周围的周交基督徒 有没有传在问人家说 哎呀你投资什么 你怎么赚钱的啊 从来没有听过对不对 所以基督徒中间是什么 谈钱不属灵 那你知道不知道圣经中 有关讲到钱的经节 有两千多节 两千多节哦 比讲到这个祷告 比讲到天堂 比讲到地狱都还要多 祷告天堂地狱 根据我摄取的资料上面写 差不多只有六百多节 一个是两千多节 一个是六百多节 那我们现在 今天我们要来看一下 到底神对这个金钱的观点 到底是如何 祂如何看待金钱 祂为何这样子安排 那圣经对金钱的教导 到底是什么 我们先来看一个诗篇 这个诗篇二十诗篇的 第一节的经文 地和其中所充满的 大家一起来念好了 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 这边讲说什么 那个不是 那个是我待会要讲的 地和其中所充满的 都是属耶和华 这里是圣经上说得很清楚 神拥有一切的财富 祂拥有金钱 祂拥有所有的这一切 那下面就是我刚 有人帮我练 这千山的羊跟这个 千山的牛跟万山的羊 全部都是属耶和华的 那金和银都是祂的 这是神说的 同样我们也是属于祂的 我们的健康 我们的一切 就是换句话说 就是说一切美好的事情 临到我们身上的 全部都是从神来的 那同样这个金钱 也是从神来的 我们刚才讲到说 圣经上有讲到说 这个谈到金钱的经文 有两千多节 那为什么神在这个金钱方面 有这么多的教导呢 其实原因很简单 因为祂知道我们每天都要 面对这个金钱的问题 祂知道金钱在我们生活中 这样一个十分重要的一个部分 所以祂在教导我们怎么样 要如何使用金钱 要怎么样去赚取金钱 在这些事情上 我们该有的正确的一个心态 所以整本圣经都说得很清楚 上帝才是万有的主宰 因此我们是什么 我们是金钱的管家 不是主人 上帝是创造主 是万物的主宰 是祂托付我们管理 祂创造这个世界 而金钱就是我们实现 祂旨意而管理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资源 所以当我们在讲到 这个圣经的金钱神学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了解到 我们是什么 金钱的管家 而不是主人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基本的一个观念 在讲到这个圣经的金钱神学 我们必须要先记住这个 而作为管家 那我们的职责是什么 我们职责是按照他的心意来管理 并非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欲望 去管理金钱 一个忠实的管家 他会怎么样 他会按照主人的心意来管理钱财 他会定期来请教主人说 到底要应该如何规划 对于这个主人 他喜欢的是什么 他的优先顺序是什么 他要进行来 根据这些来进行投资 所以怎么样 所以我们要常常来研究 圣经的经文 要不然你根本不知道 你怎么知道神喜欢什么 神的priority到底是什么 而且要来求什么 求上帝的一个智慧 并且我们要怎么样 我们要适当地去施舍 储蓄跟花卉他的金钱 从而来爱上帝 爱家人 还有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神到底是怎样看待金钱的 金钱其实本来无关善恶 金钱本身也不是很邪恶的东西 金钱其实只是一个什么 交易的一个媒介 是生活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但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神怎样来看待金钱 除非我们能够明白神的观点 除非我们能够学会 从神的眼光来看待金钱 否则我们没有办法 很聪明地来使用这个金钱 我们也没办法很有效地 来使这金钱发挥最大的一个功用 当然这样子就没有办法 从中来蒙受最大的一个祝福了 那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好几次说 这个金钱的经文有两千多节 那从这些经文里面 我们其实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思考 一个就是神对这个金钱的鼓励的话语 那另一方面就是神给我们的一个警告 对于金钱的一个警告 那下面这个就是最鼓励人心的 其中的这个经文之一 在路加福音那边讲 我们一起来练一遍好了 你们要给人就比有给你们的 并且用十足的深斗 连瑶带暗 上间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 什么意思叫做十足 深斗连瑶带暗 上间下流倒在你们怀里 有没有看到那个蓝色的那一块 那是我在那个英特内上面找出来 不是很清楚 可是说明一个很大的一个 这个所谓解释这个 上间下流连瑶带暗 你们有没有倒东西 在罐子里面的经验啊 你们倒东西进去会怎么办 因为你想要把它给倒满 对不对 可是你会怎么样 然后差不多都满了 你会用手怎么压压 然后希望说能够再倒多一点进去 那这个就是连瑶带暗 但你压下去以后 你发觉还有空间 你就会怎么 把那个容器给摇摇 对不对 那空间会更多出来 然后呢 你就会继续再倒 你看它那旁边的显示 那个倒倒是什么 倒倒是上面会尖尖地冒出来的 而且不止哦 它尖尖冒出来 它一直流下去 这个就是叫做 连瑶带暗 上间下流 你知道这就是神给我们的福气 这就是神要给我们 不只是好像 只是给你而已 祂要怎么 祂要满满地给你 满到那个福分的 都要流出来 有没有觉得很excited啊 阿们 那神的金钱观到底是什么 我们一起来读传道书 第五章的十九到二十节 这两节经文其实非常重要 这包含了神给我们的一个很大的祝福 跟圣经里面一个正确的金钱观 我们一起来读 神是人之财丰富 使他人以吃用 人取自己的份 在他劳碌中喜乐 这乃是神的恩赐 他不多思念自己一生的连日 神应他的心 使他喜乐 这边第十九节说什么 神是人之财丰富 那在这里其实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丰富的资财是谁给的 神给的 不是自己赚来的 你会想说 这明明都是我赚的 你知道不知道 即使我们需要很努力地去赚钱 但是这个努力的生命跟能力 也都是神的赏识 不是吗 那么 神是人之财丰富的原因 不是要让人替自己来累积这个财富 乃是什么 后面来讲什么 使他人以吃用 能够取自己的份 在劳碌中能够喜乐 那钱财的功用 不是为了要 积掌我们自己的这个安全感 或是满足我们自己的这个私欲 而是为什么 而是要使我们能够生活工作 都能够向神献上我们的感恩 并且取什么 取自己的份 待会我会解释什么叫取自己的份 对神 适于我们这些人 能够知足常乐 这非常重要 而在这个与神同行的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能够怎么样 享受在其中 并且感恩 传道书这里讲说 钱财是神的恩赐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要让我们能够有够用的金钱 怎么样 去做什么事情 支付十一住行 支付孩子的交易学费 然后来享受这个生活 这是神对我们每个人的行义 我们对于钱财 应该要抱有这样子的一个态度 那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 第二十节说什么 二十节说 他不多失恋自己一生的连日 因为神应他的心使他喜乐 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当我们做到前面的十九节的时候 我们其实就不用担心 我们自己到底 我们活了多大的岁数 而是会满足于 神赐给我们自己的时间 我们不会叹息人生苦短 也不会觉得说日子很难熬 当我们拥有了 属神的正确的金钱观 就会合一地使用这个金钱 适当地运用金钱 来享受这个生活 这样的人就不会说 我已经六十五了 我已经七十五 我已经八十五了 人生真是又苦又短 又空虚 不会的 圣经说他会怎么样 他会满于享受神所示的喜乐 他根本就没有时间去感叹 这个所剩的不多的十日 你知道只有神所示的喜乐 才能够使人不再抱怨人生的虚空 而是尽情地去享用 从神来的这个恩典 接着我们来看看 神对于金钱上的警告 我们一起来读 这提摩太前书的六章六到九节 来请 你会发觉今天我们会看很多经文 这是因为我们刚才说过 圣经上有两千多节的经文 都讲到钱的事情 其实今天我根本就不用讲什么 我只要把这些经文全部列出来 大家就可以很享受在 神的这个对金钱的教导里面 那我们刚才读的这个东西 他就在讲到一个什么事情 他说一个知足的心 常常会感恩上帝所示给我们的一切 那这是什么 圣经上说这是大力 大力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其实我对这个中文 有点不是很明白 我后来去看一下英文 英文叫做Great Gant 就是很大的得着一个什么 很大的一个很好的东西就对了 Great Gant 那这就是大力 而那些满心怎么样 想要发财的人会怎么样 他们其实就被朱油蒙的心 陷在无止境的欲望当中 我们接着下来再读十到十一节 来请 贪财是万二之根 有人贪恋钱财 就被引流离了真道 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 但你们这属神的人 要逃避这些事 追求公义 坚诚信心爱心忍耐和温柔 贪财是万二之根 刚才我们有问 我们刚才有一个迷思 这就是其中一个迷思 那么是金钱的错吗 不是 是那个贪心的贪 问题其实不是在钱 而是在于对钱的贪爱 耶稣有一次在论到天国的时候 他就讲说 他说财主进天国很难很难 他说骆驼穿过这个针眼 比财主进到天国都要容易 然后他又说什么 他说你们要进这个窄门 因为引到那个灭亡 引到灭亡的那个门是宽的 那个路是大的 而引到永生 那个门是窄的 路是小的 所以当我们这个心灵的眼睛 被这个钱财的油纸 给蒙住的时候 我们其实就看不到 那个永生的那道窄门了 可见得不懂得如何使用金钱 结果是什么 让自己被筹骨给刺穿了 所以金钱可以是什么 祝福 金钱也可能是祸害 其实财富本身 他本身就可以成为一个偶像 并且这个偶像会阻碍我们 来寻求与慈爱天父建立更深一步的关系 而这种关系才是我们最值得关注的财富 巴纳集团 巴纳group 是一个基督教的研究的一个机构 他们有一项研究 他们发现说 人们越富有 他们就越不太可能会去来追求 追寻耶稣 在他们的研究当中发现了 连收入超过十万美元的人 投身于信仰的比例是五十三 很显著地低于收入在五万到十万之间的人 也低于收入低于五万的人 五万到十万的人 会投入来追寻耶稣的比例是六十三 一个是五十三 一个是六十三 那那个更低于收入低于五万的是百分之六 其实有钱跟没钱 也谈不上什么好坏 可是在圣经中常常会教导我们说 要什么 勤奋地工作来维生 要投资来致富 可是因为怎么样 若是我们没有这个最基本的钱财 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照顾家庭 我们也没有办法来捐献给教会 帮助这个有需要帮助的人 所以我们赚得越多 我们就越能祝福到其他的人 在十八世纪的一个属灵的伟人 约翰·威斯利 大家都知道约翰·威斯利吗 就是创立那个 威斯利公会的创立者 在他一篇名为这个 金钱的使用的一个讲道当中讲到 他说什么 他说尽你所人的赚钱 尽你所人的储蓄 尽你所人的奉献 那在提摩泰前书的六章十七节 保罗继续在讲说 我们来练一下 你要嘱咐那些金氏富足的人 不要至高 不要骄傲 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 只要依靠那后世百物 给我们享受的神 你知道当我们明白这个 财富是神所示的时候 并且合一地来享受这个金钱的时候 这个才是神所喜悦的一个态度 那保罗继续在十八节说 要嘱咐他们行善 在好事上富足 甘心施舍 乐意供给人 为自己基层美好的根基 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了真正的生命 那换句话说就是什么 我们关心的 其实我们最关心的应该是什么 永恒的事情 而不是这个物质的 来享受这个物质 那圣经上讲到 也讲到说如何来取得金钱 圣经上讲的其实很清楚 神供应金钱的第一个方法 就是要叫我们工作 我们来看铁撒罗仪家后书的三章十节 跟箴言的十三章十一节 我来练给大家听 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 曾吩咐你们说 若有人不肯工作就不可吃饭 箴言十三章十一节 不劳而得之才必然消耗 勤劳积蓄地必见家增 神要我们工作 不要整天想着什么 去哪里挣饭吃 也不要神经想着什么 不劳而获 因为像这样的人 你就其实要很小心 如果你周遭有这样的人 你赶快劝劝他 现在台湾跟什么 我不知道国内什么 中国大陆怎么样 很多诈骗集团 在美国北美这边 常常在华人的社会里面 听到什么 杀猪旁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 我们真的要很小心 如果你心里在那边想说 想要不劳而获 那你就违背了 神经上的教导 那你会怎么样 你就要小心被诈骗集团 给骗走了 那下面呢 第二个方式是什么 要投资赚钱 你知道犹太人赚钱 是全世界有名的 对不对 那在美国的金融界 我们实在是很难想象 他们在美国金融界 占得多么重要的一个地位 那第三个方法就是捐献 捐献是非盈利机构 他们取得钱财的一个方法 那钱财的取得 还有一个 对不起 我按错 太快了 钱财的取得 还有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储蓄 储蓄是一个 在管理钱财上 神要我们去做的事情 在真言21章的20节 说什么 我们一起来念这个 智慧人家中 积蓄食物 保物高油 愚昧人什么 谁得来 谁吞下 是不是觉得很奇怪 聪明人做什么 积蓄保物跟高油 愚昧人是什么 他们就是拿来了 就左手进右手花 这就是愚昧人 所以神要我们做什么 神要我们工作 神要我们积蓄 这都是圣经上 很明白的一个教导 那么得到金钱的方式 有这么多种 那问题就出现了 你有了钱 怎么样呢 神说什么 问题在说 神要我们怎样 去花这个钱 花钱的第一个方式是什么 要满足我们个人的需要 腓立比书的4章19节说 我的神必按照 祂荣耀的丰富 在基督耶稣里 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 都充足 这里讲什么 这里讲说 神会满足我们的需用 但是 祂只是满足我们的需用吗 不只是这样子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经节 诗篇37篇的4到5节说什么 它说又要以耶和华为乐 祂就将你心里所求的事给你 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 并依靠祂 祂就必成全 圣经说如果我们怎么样 我们若是以耶和华为乐的话 祂就会将我们心里面所求的事给我们 所以神怎么样 不只满足我们的需用 连我们想要的 祂也事给我们 其次 神要我们使用金钱来做什么呢 来成就神的工作 马拉基书三章那里讲到说 万君之耶和华说 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送入仓库 使我家有良 神要我们这样子使用金钱 不只是满足我们自己的需用 并且要用来怎么样 传扬那能够改变人生命的福音 除了这两样之外 那圣经上另外还说 要什么 要满足他人的需求 你知道有些人生活非常的缺乏 他们不是好像只是需要我们一点的施舍 他们需要很多的 那箴言十九章十七节那边讲说什么 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 他的善行 耶和华必要偿还 我不知道大家知道 我们教会有一个慈慧基金 有听过的举手 不是很多人 教会的慈慧基金 其实就是弟兄姐妹奉献出来 把这个钱财奉献出来 给特别有需要的周遭的人 那我知道的就是这个慈慧基金 其实里面有很多的捐款 那我们教会做得很好 真是很感谢主 那我们是蒙福的 因为我们有 神也说了 我们要是给别人的 神就什么 善奸下流的要赐给我们 感谢主 神都经验 我们来看看这个 神赐给我们金钱 到底有什么具体的目的 目的之一其实就是要训练我们 你知道金钱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教练 可以训练我们来信靠神 来训练我们相信他的信实 我们若是在金钱上 我们若是在经济上 我们来信靠神的话 我们就会更加地认识他的信实 他也借着这个管理金钱 来训练我们的自律 也就是说在经济上的一个自律 你知道不 当我们在跟我们的小孩子说 希望他能够 他在金钱上面 他能够从小 他就能够培养一个自己管理这个金钱 知道说可能该花什么不该花 要花多少的时候 你其实最好的方法就是怎么样 你就是告诉他说 十一奉献 他从小就开始就开始告诉他 这十一奉献观念的时候 他的金钱方面 他就会变得非常有自律的 你知道神应许我们 给我们生活的需要 我们刚才也读了 那耶稣也在这个登山宝训上面说 不要为了生活而所需的担忧 他接着讲到什么 讲到衣服 食物 他说都不要因为这些事情担忧 因为怎么样 你们的天赋在你善未祈求以前 已经知道你的需要了 所以从这一点你可以看到说 神设立金钱的目的 其实不是为了要使我们有这个安全感 圣经从来没有说 金钱是为了要使我们有安全感 这是因为什么 这是因为金钱我们一定会失去的 当我们死的时候 什么都不能带走 你在银行里面 不管你的账目上有多少个零 你也只能带一个零走 不管你有几部车子 你有几个房子 你也只能带一个零走 对不对 你能够把你的钱带到天国去 这也实在是太厉害了 那安全感到底建立在什么基础上面呢 安全感其实是建立在一个关系上面 我们必须要透过耶稣基督 与天父来建立这个关系 这就是安全感的来源 有一次在路加福音那边记载说 有一个少年官来找耶稣 他说我应该做什么事情 才可以承受永生 那耶稣就跟他讲说 贱命你是晓得的 不可奸淫 不可杀人 不可偷盗 不可以作假 真正当孝顺父母 那个人就说什么 那个人说我从小都遵守了 这个少年官是非常好的一个 犹太人 他从小就遵守这些律法上的事情 那耶稣听见了就跟他讲说 那你还要做一件事情 你要去变卖你所有的一切 分给穷人 然后你就会有什么 财宝集在天上 然后做完这件事情以后 你来跟从我 可是这个少年官听到耶稣这么讲以后 他就很忧愁了 他就转身就走了 为什么 因为他很富有 他太有钱了 那耶稣看出来 他的问题是在哪里 他的问题是在那个金钱上面 可是问题不是在钱的本身 而是在金钱 在这个人身心里面的一个地位 这个才是问题 钱财成为这个少年官的一个安全感 而要与天父来建立这个对的一个关系的时候 他就必须要去调整这个这样子的问题 可是怎么样 他选择不要去调整 因为他怕什么 他怕失去了这个安全感 你知道现在很多人的这个经济 陷入困境的一个原因是什么 他们就是把这个钱 当作是他的安全感的来源 许多人在这个生活中 感觉到这个生活的这个 经济的这个拮据 真正的原因 其实不是钱不够用 其实他很够用 他有很多的钱 而是什么 观念错误 以为到手的这个金钱 都是给自己享用的 以为赚到钱 就是为了花钱 以为这个到手的钱 全是他的 卖卖卖 有没有看到小孩子在那边讲 卖卖卖 就是他以为他 这些都是他的 他以为赚钱就是为了花钱 可是当他没有钱的时候 他没有钱去花的时候 他就没有这个安全感了 然后他会做什么事情 他会去想尽办法 去要得到这个钱 不管是合法的非法的 他只要有钱 他就有安全感 那有些人 你看到有些美国人 他们的行为 对我们东方人来讲 非常的奇怪 我以前有些同事 他们其实赚得已经蛮够了 可是常常就听到 他们讲说不够用 那他们不够用怎么样呢 他们还是要出去玩 他们还是要出去旅行 还是要住很好的旅馆 那结果怎么样 他们用什么 他们借credit card的钱去用 那在用的时候很快乐 一刷卡 没问题 你就可以用了 一刷卡 你就可以去买 可爱的那个LV包包了 但是怎么样 终究还是被仇苦给刺穿了 神希望我们单单地 在他这个里面 找到这个安全感 凡是他交在我们手上的 这个钱财 他一定会设下一个智慧 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处置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 我们要来学习 顺服神的旨意 特别是在这个钱财方面 我们要对他有信心 将一切的结果都交给他 这才是最美的人生 那么明白了神的这个心意以后 我们再回头来看看 这个十一奉献就很清楚 对不起 我还是讲了一点点 十一奉献 其实不是神要那个钱 我们不要忘记什么 这个全世界所有东西 都是属于神的 而是什么 而是神要借着这个十一奉献 来教导我们正确的 一个金钱的观念 他要我们用什么 感恩的心来献上 来回应他给我们的这些祝福 你知道撒摩尔记上的 十五章那边有讲说 听命胜于献祭 所以神在意的 其实不是献祭的那个祭物 到底有没有那个祭物 而是什么 而是要我们有没有用 这个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他 那么他在我们身上 其实神在我们身上 有一个最终极的目标 就是希望能够在我们身上 彰显出他的荣耀 那我们要怎么做呢 其实神交付给我们 管理这个金钱 就可以做到这一点 当我们遵行他的命令 来使用钱财的时候 譬如说我们看顾家人 看顾患难中的弟兄姐妹 交税行善 这个后面每一个 我讲的一个例子 圣经上都有经文在对应 我因为挤不下去 所以我就只有这样 可以自己回去可以去查 当我们因他的缘故 来为将来来投资储蓄的时候 譬如说什么 有很多人年纪大的 或者爸爸妈妈都会怎么样 为了退休这个储蓄 他因为为了这个退休 不要连累到别人 所以他储蓄 那第三个什么 当我们奉献给福音事工的时候 譬如说我们奉献给教会 我们奉献给宣教的福音机构 或者是事工 以及最后就是 当我们以这感谢的心来领受 他所造之武 和享受他的美善的时候 在这个时候 神的荣耀就得到了彰显 好吧 我们请敬拜传善来预备 我们来讲最后一个 一个conclusion 你知道金钱其实只有很短的价值 可是当我们用来彰显神的荣耀的时候 便可以换取永久跟永恒的这个价值 当我们正确地使用神的方式 和优先次序来管理钱财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经历对上帝的一个信任跟倚靠 并且享受与他同行的喜悦 如果我们每一天 都能够生活在神的同在 跟在他的旨意底下 我们就可以享受一天劳碌所得 和过着喜乐的生活 但若是我们偏离了神的旨意 这个享受之路 就要变成愁苦忧虑之路 本来应该交托给神的 结果变成自己要怎么样 需要很痛苦地承担这一切 弟兄姐妹 生活人火过的喜乐 关键就是在于 我们是否有信心来依靠神 而不是想要靠自己去 积攒那些好像看得见 但其实终究要失去的钱财 好不好 我们一起来唱 一起起来来唱这首回音诗歌 我全南献上 音乐 我占上一色 我生命之类都献给你 所有一切都是你的生姿 你陪着我献上的所有 我全安献上 我全安献上 我全安相逢 这一切已不着我的 奔随你是我的喜乐 我全安献上 我全安相逢 在每一天 每个生家 我全安献上 我全安献上 我全安相逢 我全安相逢 我全安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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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用这样的方法来生活 我要用更多的时间来清静 更多的按照你的信义 来过我的一生 来享受与你同行的喜乐 好不好 我们自己来祷告 祷告神说 主啊 是的 我今天听了这个信息 主啊 我心中有一个感动 我要来改变我的生活 我要愿意来与你同行 主啊 我要快乐地与你同行 主啊 我来接受你对 你对我这个金钱的一个看法 主啊 我不再是 用我自己来做这个金钱的主人 主啊 你是主人 我是那管家 主 我来做聪明的管家 我愿意来寻找你的心意 主 我愿意来知道 你到底要做什么 你要我来投资什么 什么才是那个能够存到永远的 主啊 来帮助我们 用一个聪明的心 用一个警惕的心 来领受你对我们的警告 主啊 我们谢谢你主 好不好 我们一起来呼喊 三声哈利路亚以后 我们来唱那个 十架就在起来 来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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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架就在前头 世界就在后头 我选择耶稣 跟谁不回头 十架就在前头 世界就在后头 我选择耶稣 跟谁不回头 十架就在前头 世界就在后头 我选择耶稣 我选择耶稣 跟谁不回头 世界就在前头 世界就在后头 世界就在后头 我选择耶稣 我选择耶稣 어떻게不回头 解你呢 我选择耶稣 我全然相复在每一天 每个选择 我都说我心自主为大 在每一天 每个选择 我都说我心自主为大 在每一天 每个选择 我都说我心自主为大 是的主我们来向祢来降伏 我们降伏在那个十字架的面前 主啊我说我们要来向祢来说 主啊是的我心自主为大 我心自主为大 哈利路亚 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的聚会 就到这里结束 我们来给大家做个祝福祷告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上帝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 参与我们下屠良堂 北福中心的所有弟兄姐妹同在 我们一起来说 阿们 哈利路亚 好 好